臺灣第一梯的搜救隊八號清晨 挺進了重災區 同日傍晚就在倒塌的建築物當中 聽見微弱女子的呼救聲 耗費五個小時終於將人救出 不過女子緊急送醫之後仍舊傷重不治 這個訊息一度讓搜救隊的士氣 非常的低迷 救難人員也陸續的回報 表示現場滿地都是屍體 倒塌的大樓底下 還不時聞到石頭尾傳出 環境非常的艱辛 心理壓力也非常大 另外這一次臺灣派出了130人 5隻搜救犬前往土耳其進行救災 在當地時間8號晚間8點40分 成功救出了一名受困者 搜救犬的表現不容小覷 相關單位也陸續釋出了搜救犬 在災區的影像 其中隸屬消防署搜救犬隊的阿蘭 更是在辛苦搜救之後 累到睡翻大打呼 大家也說聲辛苦了 另外土耳其於6號發生了 百年大地震造成嚴重的傷亡 臺灣兩提起了搜救隊馳援 那5隻訓練有素的搜救犬 也是隊伍當中的一員 不過6日當天 桃園搜救犬隊粉專就發布了一張 搜救犬咬雞腿玩具帶命的照片 結果居然有人批評這是觀感不佳 事後林犬員就說明了原委 而且強調說我不會改 因為他的心情是最重要的 可見於是 最想從兵來 bye 新 squirrel也幫忙 旅行,旅行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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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